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少年新闻周记》 只要是你care的事 通通我照你 我是潘兆文 今天我们的棚景喜气洋洋 没有错 过年了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迎接龙年 希望大家喝文龙宗来 好了 你知道龙的象征意涵 可是东西大不同的 龙的形象到底怎么来的 有的说是鳄鱼 也有一派说是蛇 甚至有一个说法 那么就是下雨的时候 天上的闪电 确实在蛇身上当中 龙最特别了 它有鸡爪 鹿角 蛇身 还有鱼鳞 你看看世界上有这样的生物吗 所以古生物学家长期就认为 龙其实是虚构的形象 只存在神话传说 但无论如何 东亚的国家对龙都很崇拜的 像是日本服饰会就常出现 龙的形象 而且日本龙跟我们熟悉的龙 很接近 唯一不同的是 它有三只爪 至于在泰国 缅甸跟尼泊尔等地 过去因为受到印度教的影响 本来他们是崇拜巨蛇的 后来在佛教加纳经传入之后 原本巨蛇的形象就多了龙形 从此变成三宝的守护者 而在台湾 当然也有跟不少龙有关的传说 跟活动了 全台湾都有五龙的表演 唯独苗栗发展出特有的 棒龙习俗 棒是客家化炸的意思 所以棒龙就是在武龙的时候 用大量的鞭炮来炸龙 那么神龙在炮阵当中 藤云驾雾一样 炸得越厉害 代表来年越旺 活动之后 这个棒龙就会被火化 一来代表除旧隐心 二来代表功德圆满 画龙反天迎接新的一年 那么在东方 龙代表吉祥 但是在西方社会可不是这样 西方的文化当中 龙往往是邪恶的象征 童话故事 王子斗恶龙 故事的情节是什么 这个公主被恶龙给抓走了 然后这个王子就斩杀 这一只恶龙救出公主 但是有个地方是例外的 那就是英国的威尔斯 当地的原住民凯尔特人相信 他们的守护神是一只红龙 著名的好莱坞Dragon Heart 魔龙传奇里头 那只善良的龙 就是龙的原型 一直到现在 威尔斯的骑士上 还有他 那么足手的比赛场上 也看得到这一只 可爱的红龙身影